嘿比恐怖更容易吹垮一个人的是压力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主管说恐怖漫画黑水坛 每年暑假老爸都会带着阿刚回老家避暑的 而这个地方名叫黑水村 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村子外头有片湖 这湖水中央的位置非常黑 也不是水质问题 非要说是水质问题 那么其他地方为什么又不是黑的呢 不说别的 这黑水坛最为神奇地方只是洗水位 不论是旱季还是雨季 他的水位都是可以保湿不变的 这也饮得非常多的城里人 先来观望这一摊子水的 加上这一次回家的话 这已经是阿刚第三次来到这里避暑了的 但在乡下地方 周围又没什么可玩可闹的 除了抓抓资料或者游游野泳 就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方式 那么就这游野泳可算得上是城里人最为向往的 也不管旁边的警告标语什么的 阿刚和小伙伴就这么吓唬嘻嘻玩闹着 赶过来的父亲一看到儿子在这里玩闹 不由分说直接开骂了起来 我跟你说了多少事 不要在这里游泳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听叫呢 看到孩子一爬上岸 直接揪着耳朵一路走 疼得阿刚一压的直叫坏 各位 你们要是在湖边江边 看到这些游野泳身边没有家长的孩子 也别废话什么 走上根线直接破口大骂 骂得他们哭为止 总好过白白丢了性命也好得多 但一盘的玩伴则不以为难 大夏天的不来这里玩 难不成还在屋里睡觉 或者看着父子二人远去的野鸡妹 在干湖这里的小伙伴时 完了 这人不见了 这什么鬼 没有任何扑通的声音 这人说没就没了的 喂 大智 蹲头 喊了几句也没有回应 半边的两人也是一个巨蟹喊着 一个回头找村里人帮忙 就在这时 离湖近一点的野鸡妹 直接被一只手拉住了脚 往湖里拖 吓得他们二人是脸色大变 惊慌失措的 哗得一下 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就从水里传了出来 原来是这俩傻小子开的玩笑 嘻嘻玩到的一众人 也没把刚才的插曲当回事 在这里玩的也别提有多开心 但岸上的野鸡妹 学看到湖对面有个黑影 这黑影让他非常不安 喂 我们回家去吧 我现在有点不舒服 扫心的野鸡妹被众人问起原有时 学说 就 就在湖对面有个黑影 一直看着我们 小伙伴看他指的地方 却没有发现任何人 唉算了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饭点 差不多也该回去了 画面就来到阿刚和父亲这边 父亲耐心的说叫着 可阿刚这边却怎么都听不进去 爸爸爸爸 这路边水渠里的水 是从哪里来的 怒火中烧的爸爸 却不想和孩子说这么多 哎 我说你这小孩管这么多干嘛 这跟你没关系的 但是路旁水渠的源头 却是在杂草丛中不断有出 阿刚也就驻足观察了一阵 随后又被父亲喝死了一顿 一回到家 父亲就把阿刚关在了房间 仪式成房 无聊枯燥的禁闭 他就只好用睡觉来打发时间 也不知是睡到了极点 阿刚被窗外的解写诗语 给吵醒了 水渠 水渠 来 来水渠啊 被蛊惑的阿刚也不知道什么了 从窗户外翻了出去 借着威乐的手电光 一路摸黑来到了中午看到的水渠这边 源源不绝的水渠 虽说被杂草覆盖住 但只要认真看 还是可以一路顺着头走 可越往里走 这里面就越来越多的猪龙草 血越发的大 更有甚者是长到了树上 周围西黑一片 加之是圣人的一幕 让阿刚有点不安 但是依旧无法阻撓他 想知道水渠尽头的好奇欲望 也不知走了多久 阿刚终于是看到了一堵矮墙 走到跟前看 才知道 哦原来是口井啊 拿手电往里瞧 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且 也不过如此嘛 除了有些抓痕式的东西就没别的 当阿刚都转头往回走了好几步时 就听到井里咕噜噜的声响 他再次爬到井边看 这井下面一个面目可怖的人 在井里不断的想往上爬 吓得阿刚挖挖的往后黄奔 也管不了脚下的错综复杂的树枝 一条的血痕插得阿刚双腿全都是血 扑通 阿刚一个亮相直接摔倒在地 直接那身后的怪物慢慢的往上爬着 一时间那半倒阿刚的树枝 好事是听从怪人的指挥 将其缠得死死的 哇的一声 还在熟睡的眼睛美被这一声给震醒了过来 才发现同床的伙伴每每不见了 找遍了房间大大小小地方都不见其中影 而且其他小伙伴也不见了 坐在三楼的他们 窗户都是打开了的 按理来说是不可能开窗户睡觉的 山顺地方的夜晚不单单是蚊虫多 而且还异常的冷 眼睛美直接把房东大爷叫醒 说自己的小伙伴都不见了中影 房东见状也不埋怨什么 直接提灯出门 陪着眼睛美寻找伙伴的下落 阿伦在房间周围走了一圈 发现三楼的窗户外 地上有滩雪汁 这大半夜的不走前门还玩跳窗的 搞什么鬼啊 花开两朵 各表一只当阿刚在这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船上 还好这毛小子命大 被早上干活的阿旧 看到捡了回来 三更半夜都不睡觉 你还长能耐了 去睡草地 可以啊你这小子 可阿刚却说自己被一个声音呼唤到井边 井里还有个怪物穿了上来 勒住了我的脖子 随后我就晕了过去 阿旧一听到这 我去 那里还真的有一口 费下了很久的井 而且这个井在我们这里 还真的有传闻 说有点稀巧的 但就在这时 屋外就有一大批人 嬉嬉吵闹的 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一样 哎呀呀 黑水台好像出事了 赶紧搬板凳 拿西瓜去看热闹了 村里的小孩本着就是看热闹的心去看 但却被其他的小年轻 阻拦道 雪雪一边玩雪 小孩子别过来 控制不住好奇心的小孩 是拼了命的往人群里挤 终于他如愿的看到了 哗的一下 小孩子把前天的饭菜一股脑的全吐了出来 遇害者浑身是血痕 肚子里的肠子都被扯了出来 双目针非常之大的趴在岸边 父亲一眼就论出来 这人不就是昨天游泳的年轻人 他身后有一条长长的爬行痕迹 看得出来他是到临死之际的求生欲望都是非常强烈 那么黑水坛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古井里的怪物又是什么呢 那么今天的猪根夫夫夫夫漫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喜欢节目的话记得赞按点赞和关注我呀 各位也别忘记去支持下原作者 我是松马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拜拜 明天见 他就是 当摩镇子 当摩镇子 他就是 当摩镇子 当摩镇子